各位同学 今天我们来看一个平衡的条件 那所谓平衡就是当一个系统 它既不会移动也不会旋转 这样的一个系统 我们才叫做真正达到平衡 那根据牛顿的关心定律来讲 造成它移动的因素就是外力 所以当一个系统 如果它的所有的外力的合力等于零的时候 这个系统就不会产生移动的效应 那造成旋转的因素就是外力矩 所以当一个系统 它所有的外力矩的量量合 如果等于零的时候 这个系统就不会产生旋转的效应 那这才是达到平衡的一个条件 我们下面来看一个立体 有一个翘翘板 我们知道翘翘板它是一个旋转的一个系统 那现在有两个小朋友呢 坐在上面 那一个小朋友呢 他离开支点是两公尺 他的重量是五十公斤重 那为了让这个系统达到平衡的时候 我们知道这个比较瘦的小孩 他只有二十五公斤重 他就应该站在离开支点呢 几公尺 那根据合力矩的这个平衡的条件 五十乘以二的话呢 就必须要等于这一段距离 然后乘上二十五公斤 那这个时候这一段距离呢 很明显的就是四公尺 所以这个比较瘦的小朋友呢 他要离开支点比较远的地方 他所产生的力矩呢 才会跟这个胖小孩呢 就跟他达到一个平衡的一个条件 但是呢 因为这两个小孩的重量呢 加在一起呢 就已经达到七十五公斤重了 所以这个支点呢 他支撑的力量呢 因为支点支撑的力量是往上的 那换句说第一个小题 这个支点支撑的力量呢 必须要达到 能够达到七十五公斤重 才能够支撑这个系统呢 让他不会产生移动的效应 那么接着呢 我们再来看这种类型的立体 这是一个大的系统 那这个大的系统里面呢 又有两个小的系统 那整个系统来讲呢 他必须要达到平衡 那要达到平衡的话 就要满足平衡的两个条件 第一个就是力矩要平衡 然后呢 这个力的大小呢 也要平衡 就是合力要等于零 然后合力矩呢 也必须要等于零 那我们先来看这个小的系统 这个小的系统来讲呢 他两边的力矩 就是W1对支点 以及W2支点 所产生的力矩呢 要平衡 那这个时候呢 W1它是 15公斤重 所以我们根据力矩的平衡条件呢 W1就是15公斤重 它的力币我们知道是 1公尺 因为它是1比1 那这边呢 W2的话 因为它的力币是1公尺 所以W2呢 我们另外一个就可以知道 它应该是15公斤重 好 那换句话说 这个左边的这个系统呢 它的重量是30公斤重 那右边的话 因为这边也是1比1 所以对这个系统来讲 它这边的重量呢 加在一起也应该要是 30公斤重 那这时候W3呢 它是20公斤重 所以我们先用力矩的平衡条件呢 来看看W4 是不是应该是10公斤重 我们来看看 所以这时候W3呢 它是20公斤重 乘上1 那这个力币呢 是2公尺 乘上W4 所以W4呢 刚好是10公斤重 所以这个是跟我们平衡条件呢 是吻合的 那这边要强调一点 就是说如果你要移动某一个装饰品的一个距离的时候 它的重量呢 就必须要经过一些调整跟改变 所以换句话说 影响平衡的条件呢 基本上最重要的就是 一个是力的平衡 另外一个是力矩的平衡 那力矩呢 它也牵涉到这个力币的一些问题 所以这是我们在考量平衡的时候呢 所必须要做的一些考量 那我们就介绍到这里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